过去的未来想象 在现在都已经一定程度的被实现了 在这个状况之下 我们反而比较少看到 是不是有更多创造性的 或者是艺术性的未来想象 可以去诱发新的科技的出现 这件事情反而是相对来讲比较少的 那这也是我为何会想要做 这一个展览的另外一个原因 文明的前进需要一个跳脱严谨 逻辑思考辨证的创造性想象 而艺术家刚好是在这一个范畴之中 最为擅长的一群人 因为他们那一个跳脱了严谨的 逻辑辩证对于科学的再探讨 得以去让我们有更宽广的 对于真理的探索与想象的可能性 以及对于未来的生命意义的 想象的可能性 东西方不同的思想家 他所构成的那个乌托邦 或者理想世界 都是一个你无法复返的过去 那后来就是在这个 Francis Bacon 培根新亚特兰提斯的这个著作中 他投射了一个东西 也就是人类的乌托邦 是一个未来的 在未来的乌托邦 人类可以通过什么来建构 那个乌托邦 也就是科学 科技与艺术 我们可以打造一个未来的乌托邦 那我会觉得说 某一个角度来讲 如果Gaia这个概念 在古典的神话里面 是所有生命 或者是说这个世界历史的 起源之处的创造者 那么现在这个Gaia 已经变成了一个是 由基因 由演算法 由智能设计 以及自动机 也就是机器人 这些东西所构成的科技 面貌 尝试在未来 重新打造这个世界 或重新定义这个世界的一个基础 所以我把Gaia的这个 神话的Gaia 变成了一个科技 指向未来的一个Gaia 这是第一个部分 过去的思考是一个 大家都认为是精密的齿轮结构 现在我们会认为说 思考是一个 一连串 目前可以去理解的演算法结构 这其实也投射了另外一件事情 我们并不完全或者真正的知道心灵是什么 只不过我们通过我们的技术 制造的东西 开始再去想像我们是什么 所以才会有所谓的 Ghost in the Machine 机器中的灵魂 又或者说 这个就变成了后来的押紧手的 Ghost in the Shell 就是这个攻殼机动队的那个 炒制素质的角色的一个存在 是一样的道理 那这个就是换我 我们通过技术不停地想像一个我 可是那个我可能从来都只是一个存在于想像状态里面的 OK 他进只设着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乌托邦的世界 叫做他进 我们通过科技技术科学技术 尝试在未来打造一个乌托邦 那那个乌托邦其实我们并没有明确的认识 但我们相信这件事可以做 那另外一个部分是 我们对于所谓的未知的一个探索 那事实上我们可以讲 人类的文明跟技术的这一个状态 始终都包含着这一个所谓的对于未知的探索 以及对未来的想像的面貌 所以这是他进 在这里面也因此会有那个 比如说像黄玉雄 比如说像王星人 这一类的作品的原因就在于说 我们投射的是一个对于未来的新的一种 environment的一个思考 或者Utopia 乌托邦的一个思考跟想象的一个结果 当代在科技之中 我们如何重新创造了这个世界的一个概念 作为一个基础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 所以我们的第一个作品也是入了大门之后的第一个作品 就是那个Rolf Becker的那一个作品 那因为它是一个简单的电极 然后这个装置里面呢 金属离子会因为电极乘四而开始产生转变 那在这个作品开始我看到的是那一个充满了各种物质 化学物质元素 然后呢在这个散电啊 这些热能的交织之下呢 无意间创造了这个所谓的DNA 核酸或者是说蛋白质的这个过程 从那里开始了一个新的这个生命的开始 那某个角度Rolf Becker 我觉得他用科技的这个概念 让我们重新看到了当代的科技里面 他对于生命的构成这件事情 有了一个仿佛跟过去一样生化一般的开始这样的一个状态 然后往下走之后 我们就会看到这个紫外线诱导是荧光的这个 Craig的这个摄影跟正线域的那一个生命游戏 那为什么我会把这两个作品放在一块 其实有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在Craig那边呢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关于用新的视角 而这个视角是肉眼所看不见的视角 重新观看自然界 我们的自然的这一个状态 那正线域的这个生命游戏事实上呢 是一个科学或者说科技里面呢 重新以城市与会的方式去思考生命的构成状态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了一个所谓的在数位空间里面的 生命的这个变化跟生灭的一个状态 回应那一个所谓的我们用新的科技视野 去观看这个自然的一个面貌 那像Huan Samola他的作品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气质 比如说他的那个Transplant也就是透明 可是那个透明其实应该把它拆开来 叫做Trans跟Plant 转化的植物 那其实这也包含了一件事情就是 他运用了当前最新的医学技术的概念 那个医学技术的概念就是 我们发现一件事情是原来我们的肌肉的构成方式 如果以这个平面像那个一层一层来看的话 它跟植物的叶脉是一样的 那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另外一个方法 也就是把它剩下是有机质的组织 然后呢放入血跟这个血液 以及所谓的这个干细胞 然后就可以去生成就是片状的心脏 作为一个医疗的一个状态 在这个Huan Samola的这一件作品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见那一种转换的一个方式 那另外一个比较有趣的地方 是他的QR Code的作品 在那个QR Code的状态里面 Huan其实告诉我们一个很有趣的状况是 我们是通过荧幕的影像去进入自然或者认识自然 然而那一个可能存在的真实 却在这个物理的真实的世界里面消失了 作为一个探讨我们跟自然的关系 在这个文明时代 技术时代里面的一个新的一个关系现象 Paul Farnes 他的作品呢 谈的都是跟DNA有关 那DNA其实是一个正确说来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的话 他算是一个很新的 在历史上很新的一个知识 1960年代我们才发现了所谓的双螺旋的构造 一路到80年代以后 我们才开始讨论一件事情 也就是是否可以编辑DNA的问题 直到了90年代才有了所谓的基因定序的工程 以及对于说如何用DNA去检测 那这个东西当然Paul Farnes 他比较多谈到了一件事情 是这样的一个科技 对于政治 经济 社会这些不同的层面 权力如何透过科技掌握了生命的议题的一个讨论 那这些东西大概就一定的程度的去讨论到了 我们刚才谈的那几个不同的地方 在Amy Carl的这个作品里面 其实看到的事情是人类如何通过科学仪器这些东西去构成这个生命 并且测量生命 定义生命 那当然他还有另外一件作品是在这个所谓的这个非常原初的这个人类最深的这个盐矿洞穴里面 他通过EEG去做这个大脑的这个脑坡的连结去创造声音 那这件事情让我想到了最初人类的文明 其实是诞生在这个洞穴之中的 并且呢是通过仿佛是跟自然的连接之后呢 创造出来的一个心灵的这个现象或智能的这个现象 仿佛让我看见了这样的一个变化 连着这个就走到了所谓的这个诚意的作品 那诚意的作品主要谈的是那一个所谓的地 他用第一这个概念 那为什么第一这个概念很吸引我 其实有个很重要的原因 第一是一种呢自然界的植物 就是那个它会沿着这个地表蔓延生长的这个状态 事实上这个生长的状态呢 很像是人类呢文明呢 开始在每一个所谓的地球的每个角落 去拓展蔓延的一个状态 然后他用这个方法呢通过这样的一种 这个数位置景的方式呢 去讨论这个文明跟这种生物的演绎 占领的存在方式呢 有一个呢这个交互的相似之处 让我们去看见了这样的一个部分 Rofbacker Craig 或者是郑仙玉 或者是 Amy Carr 或者是这个 Huang Samola 都不太一样的地方是 这些艺术家他的创作都对着 直面着一个所谓的明确的特定技术 但是于轩是一个纯然的活在某一种 科技氛围的感性中去构造的创作 换句话说他的作品是一个纯然的绘画 雕塑与装置的方式去谈一个所谓的未来世界 他的克莱因赫兹其实都指向了艺术家 但是同时也指向了所谓的这一个科学家 包含赫兹我们知道是频率那个赫兹 克莱因那是个数学家 有克莱因评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个通过想象的方法 把艺术跟科技或科学之间的一个连结方式 在他那一种构成的一个状态里面 仿生的像后鱼的这一种构造里面 去做这样的一个连结 吴子宁的作品有没有有趣的地方是 他的补银草或者他的DNA抽签的那个庙语 在里面的一个讨论方式 是一定程度的去思考到另外一个部分 某个角度来讲是一个科技迷信的问题 也就是说过去我们会听到说有什么样的DNA 因为你有这个DNA 所以你可能会是什么样的人格 或者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那这些很像是庙语里面的那一个命定说 古典的宗教命定说之下的某一种 新的科技变貌的一个状态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把这些作品拿来作为一个跟西方 他谈的是一个跟新的生命观 以及这个东方的艺术家 他如何把这些新的技术 回应到一个古典的思考里面 去做一个对育关系 做一个应该怎么讲呢 对应式的一个展成 黄玉雄的这个作品里面 他其实在谈的就是存在于数位端里面 网路就是数位维度里面 那一个环境的存在变化 以及面貌的方式 那为什么这个很重要 如果说郑先玉提供了一个 所谓的数位生命的想象 或者说科学家在数位生命的想象里面 创造了一个数位生命的演化状态 那么他同样也就相应于 一个存在于数位环境里的生态系统 或环境提供给这些数位生命 做一个所谓的孕育 或者是说成长变化的一个状态 也因此他某个角度来讲 在生命跟环境之间 就是有一个内在的环境 去做了这么一个重要的一种讨论的方式 那黄战伦这一次的作品 我比较想要从另外一个角度进来讨论他 原因在于说 因为他一直以来都是做互动 不过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地方是说 他这一次的东西比较多是跟信仰 有关的一个面貌 包含他的这个神著 包含他的神教这些东西 都有这样的一个讨论方法 那即便在一个科技高度发达的未来世界里 人类的精神的活动 宗教性的精神活动 他并不会因为我们有了科学与科技就失去了 相反的他可能会把这样的一个东西 远用到了这一个传统的宗教的行为 或者是现象之中 那这样的一个讨论里面 其实某个角度我们可以去看见一件事情是 人类的文明未来 其实永远连结着一个人类文明的过去 那个历史的连结性并不会因为这个科技的转变 科学的转变而产生了一个绝对的断裂性 我们会看到王星人的作品 他叫做Geopunk 那我觉得punk这个字比较有意义的地方 在于说punk永远都指向了一个所谓的挑战 挑衅叛逃的这一个姿态 那这个Geopunk它会因为你的真实的物理世界里面的存在的 经纬坐标改变了这个云端 NFT里面的那个Geopunk 它在你面前的一个面貌 当你进入云端之后 那一个流变性 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没有国界的这一个状态 云端里面并没有一个特殊的国界 尽管它可以去生产出一个属于你的territory领域 但它并不会是一个稳定的 通过这个机构制定强有效的法则完成的一个状态 相反的它更多的是在云端的那个流变现象 所以这个新的空间观或者地域观 同时也回应了这一个时代 或者未来我们会看到的那一个所谓的云端的原住民 或者说云端的开拓者 那个拓荒者的这个角色的一个状态 也因此Geo Punk这个系列有这样的一种回应方式 纽耶罗就是黄鑫他的作品 那黄鑫的作品比较多的是一个所谓的NFT环境中场域变化现象 如何构成了所谓的视觉的一种创作表现 那我的意思是说 比如说他在那一个作品中会出现那一个烟火 这个烟火其实一定程度地去看到了 NFT场域中的那些交易或者流动现象 所创造出来的一个结果 它会随着规模的大小 创造出烟火的一个变貌等等的 让我们一定程度地可以去感知到这一个环境 存在于一个不可见的云端空间里面 那一个独特的环境现象这样的一个讨论 那MAT的作品其实一定程度地也在讨论 那一个流动的一个变化性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会邀请这些艺术家的主要原因 以及为何空间是做这样的一个 一楼跟二楼的这个独立展间的一种对话 以及在2011这边去讨论到那一个新的环境里面 人的这个生命的一个流动的或者思辨的一个状态 当我们在讲科技艺术的时候 我们很多时候谈的都是那一个科技技术 如何被用在艺术创作上的一种表现方式 所以大家都在讨论的是我可以用什么样的技术 可是我认为艺术并不是应用技术来做作品 艺术是通过作品来思考技术跟科技与科学 对于生命的意义这样的一个状态 在这一个当代馆的这一个换我与他进这些不同的作品中 我其实更多的并不在着眼于所谓酷炫的科技 而是这些艺术家他如何去思考科技对于生命的冲击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这大概是我对于科技艺术这一个范畴的一个感想 以及为何会想要做这样的一个展览的一个原因 甚至一定程度我们可以说 艺术家能应用的技术都不会是最尖端的科技 但那并不影响艺术家们去思考新的科技对于文明跟生命的冲击的探讨与思考 夏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